上星期 陽明交大團隊科研火箭試射 因為天候跟控制系統的問題最後取消 擇其重新申請 這場試射之所以備受矚目 一方面關係到台灣發展低軌到衛星的太空商機 另外一方面 這個位在屏東牡丹鄉旭海村的發射場 更是台灣第一個國家級的短期科研火箭發射場 選址一波三折 終於在去年底獲得當地原住民部落會議通過 火箭的尖端是籌載系統 放置一個立方衛星 下方是航電控制系統 也就是火箭的大腦 再往下是火箭推進系統 氮氣雙氧水推進引擎都在這裡 未來如果再加上第一節的推進系統 就可以飛得更高 甚至載著衛星入軌 超過50名師生花了兩天安裝 電腦也設定就緒 就等天公作美 但因為於是過大 宣布延後一天 接著又因為每秒12公尺的強風 無奈宣布取消任務 旭海村這片佔地 九千七百平方公尺的國有地 是臺灣第一個火箭發射場 就是整個海域我們這個漁民 我們村民作業的漁場就在這裡 這個退草的時候 這個原始都會那個 我們那個漁民採海菜 撰那個海螺 就是在這一塊 我們的捕魚越來越落後 就是因為中間在這邊 然後後來又加上這個洪箭 因為它那個炮聲太大了 然後綠西瓜也跑了 海的魚萬一失敗的話 魚都跑 都抓不到魚了 一山傍海的寧靜小村 到底要不要迎來火箭 科技部及太空中心展開溝通 有些民眾的看法 開始慢慢改變 贊成呢 因為火箭的話是台灣 目前是沒有的 它是短期嘛 所以我是支持讓他們做看看 因為這個科技是國家的 然後我們國家 我們不支持我們自己國家的科技 我們還能做什麼 科技部提出一年六百萬元的回饋方案 提供漁民補貼 獎學金及水電費補助 二零二一年底 旭海舉行部落會議 最後住戶用投票的方式 決定三社坪的命運 成為國家第一個火箭發射場域 鄰近村落五月也因為火箭團隊來訪 熱鬧了好幾天 而當初反對的居民們 最希望的是補償方案 可以更貼近民眾的需要 記者林鎮武賴正元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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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